Hello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回到老多儿的频道 在今天的视频里 老多儿将为大家带来雨昕比利四伏电机的抢先看视频 雨昕在去年11月就公布了比利四伏电机与新遥控器配合使用的测试视频 但是比利四伏电机的后续进展一直没有更新 而新遥控器已经随12012圣诞火车对外发售了 老多儿昨天收到了雨昕13061G7606越野车 惊喜地发现里面的四伏电机竟然是比利四伏电机 所以决定拍摄一期视频 向大家简单演示一下比利四伏电机的工作效果 并且与两款旧的四伏电机进行恒相对比 最后将比利四伏电机安装在1801沙漠赛车和13152竞技塔车上面进行试车测试 话不多说 让我们赶紧开始吧 耶 我这次拿到的比利四伏与普通的黑豹四伏外观相同 没有区别 比利四伏电机可以兼容旧版电池使用 但是要实现比利转向控制 必须搭配调速电池使用 旧版电池与最新版本的调速电池在外观上主要有三处区别 第一处是调速电池外壳上有DC5伏的字样 而旧版电池没有 旧版电池上有圆形的开孔 而调速电池上的开孔为椭圆形并且面积更大 调速电池的绿色开关按钮上有moking字样 而旧版电池没有 比利四伏搭配旧版电池和旧遥控器工作 与普通的黑豹四伏没有区别 比利四伏搭配调速电池与旧遥控器工作 与普通的黑豹四伏同样没有区别 比利四伏搭配调速电池与新遥控器工作 可以实现比利控制转向 可以看到比利四伏在工作时有四或五个转向的角度 与调速电池和旧遥控器配合使用时 比利四伏与普通的黑豹四伏没有区别 相比旧版的灰色四伏 反应更加迅速有力 与调速电池和新遥控器配合使用时 比利四伏可以稳定的实现比利控制转向 黑豹四伏似乎也表现出了比利转向的特点 但是非常不稳定 而旧版的灰色四伏只能在摇杆推到底时才转向 18001沙漠赛车的转向结构非常轻巧 可以看到比利四伏可以稳定的工作 在比利四伏电机的加持下 18001沙漠赛车十分灵活 操控手感非常不错 18001沙漠赛车十分达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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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一三一五二竞技卡车的转向角度很大 非常适合使用比例四伏 如果没有新遥控器 使用雨昕APP 搭配比例四伏和调速电池 也可以实现比例转向控制 搭配比例四伏和调速电池 可以看到换装了比例四伏的一三一五二竞技卡车 转向性能明显改善 只像之前使用普通的黑豹四伏电机 急转十分突兀 操作手感有质的提升 转发手感很高 放入鞋子 放入冰箱 以上就是雨昕比利斯福的抢天看视频 大家觉得比利斯福怎么样呢 感觉很棒哦 点赞 不过我有一个疑问 为什么这次G700越野车 配备了比利斯福电机 却没有配备新的遥控器 也没有作为卖点进行宣传呢 明明很厉害呀 老队也觉得奇怪 所以专门向雨昕工作人员求证 然而是因为目前调速电池与比利斯福 仍然存在潜在的兼容性和稳定性问题 雨昕官方目前建议大家将比利斯福电机 当作普通的黑豹电机来使用 雨昕已经在开发新版的电池 等到解决了兼容性与稳定性的问题之后 比利斯福电机就会推广使用了 原来是这样呀 非常期待哦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 欢迎订阅老队的频道 问你有任何疑问 也欢迎在评论区中与老队进行互动哦 至此新春佳节来临之际 老队和老助理向所有的观众和粉丝朋友们 致以诚挚的问候和美好的祝福 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老队的频道的支持与厚爱 谢谢 祝大家过年好 我们牛年再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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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